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现代战争更是如此 但有的时候知彼它不容易 对方的先进武器总是处在严密的防护之下 怎么搞到它的资料呢 去偷去墙吗 美国人说不一定咱还有一招买 是的 1990年代美国人就从自己的头号对手 俄罗斯手上买到了一枚 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回来 仔细地去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 以确保他对自己不再构成威胁 这个有点无语了吧 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奇葩的故事 首先你要知道反舰导弹有一招非常特殊 它叫做掠海飞行 简单说就是尽可能的贴近海面去飞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主要是为了提高导弹的生存能力 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地球表面的曲率和海面上雷达砸波的影响 掠海飞行的导弹会更晚才会出现在探测雷达的屏幕上 二是一旦被探测到 它也是以较小的暴露面积出现在防御火力的面前的 也就更不容易被拦截下来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 它也有两个问题 一是由于贴的太近控制不好的话 容易把自己提前给摘进水里面 二是高速气流有可能会引起水滑飞舰 模糊了倒影头的视线也就降低了它的工作效率嘛 怎么办呢 反舰导弹自有办法啊 携带着无线电高度计的它居然能够自行的评估海况 然后决定要飞多高 它是这么做的啊 测量海浪的波长和波峰的高度 与储存在机体内的海况数据一对比呢 就能够知道海面的情况了 要是海况为0到2之间 也就是平静的海面的话 那就飞得近一点 通常也就是海面以上5米左右 要是海况为3到5 也就是波涛开始涌现的海面 那就飞得稍微高点 上升到20米左右 真的是相当智能啊 所以你的对手要是有一枚这样的导弹 你说你怕不怕吗 而且就我们刚才说的 那段贴近海面能够自行评估海况的掠海飞行 还是在超音速的情况下完成的 就不是怕而是恐惧了 不巧俄罗斯的KH-31A呢 就是这样的一枚导弹了 其实它最初是在苏联时代就开始开发的 1970年代末期苏联ZS公司呢 揽下了一个活 它要开发一款高速的反辐射导弹 目标是最终并摧毁当时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 与防空系统相关的雷达 比如美国陆军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 和美国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 到了1982年 第一枚KH-31已经准备好了 它成功试射在满足要求后 最终在1988年正式服役 并在随后的1991年首次公开亮相了 此时呢 它已经有了衍生的版本了 KH-31P采用高空飞行专门用来打雷达 KH-31A采用掠海模式专门用来打舰艇 两者都是先使用火箭助推器 把自己的速度提升到1.8马赫之后 再开启冲压发动机 以全程超音速的模式抵达目标 高空飞行的KH-31P 最高可以飞到3.5马赫的速度 而即便是贴着海面飞行的KH-31A 仍然可以达到2.5马赫的速度 优良的性能让它至今仍在使用 好 再说美国人 几乎同一时期 他们就已经在琢磨着 怎么防这个玩意儿了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要防就得要支笔才行 既然对方是一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那我至少也要开发出一个 类似的超音速反舰模拟导弹出来 才能够训练我的反导系统 不会吃它的亏才行 于是一个叫做SLAT 超音速低空目标的研发项目 就在美国海军的要求下展开了 这个高速低空飞行的目标 将成为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的 关键工具 可是美国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 一开始他们准备拿一些退役的 RM8航空机式舰空导弹来改装改装 作为模拟目标 但是他们的性能实在是有些太打垮了 作为模拟 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都是不够格的 接着他们专门开发了一款叫做 YAQM-127A的模拟目标 为了尽可能的接近假想敌的样子 它也是采用火箭加重压发动机的组合 作为推进系统 但是却问题重重啊 从1987年11月到1989年的1月测试了6次 只成功了一次 再继续又硬撑着测试了2次 但军已失败高中之后 国会终于忍不住了叫停了这个项目 于是这个时候海军就尴尬了 他拿什么来当假想敌呢 此时正好是1991年 而199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苏联解体 俄罗斯严重缺钱 既然缺钱嘛 那就什么都能卖嘛 即使是国防产品也是可以商量商量的 美国人的眼睛都亮了 此时不少货 何时才少货啊 像波音卖到这样的航空公司呢 纷纷都冲到了俄罗斯以最好的条件 建立了自己的业务 其中当然就有给美国军方夹带的私货了 刚才我们说的 那家研发了KH31的ZS公司 此时呢也是穷到不行啊 于是卖到看准机会就下手了 由于他说 哎呀你看你手上握着这么好的东西干嘛 不高价卖给我们呢 哎不不不别担心啊 我们不会拿它当武器的 呃你就把壳子和发动机卖给我们就行了啊 让我们一起为了人类的和平 利用科技好不好啊 ZS一想 哎也对啊 我只要把导弹上的弹头和制造系统给拿掉 你拿回去好像也的确干不了什么坏事啊 再说有钱了 才能留得住青山 才能不怕煤菜烧 才能过家日子 才能熬出头来嘛 卖 于是美国人居然就这样拿到了 本来是瞄准了它的武器 并且转过身来利用它训练出了自己的一套护身符 哎你说讽刺不讽刺嘛 原本这些经过改装改名为MA31的模拟飞行器 卖到 呃后来被波音收去 准备制造34台出来 不过由于后来逐渐反映过来的俄罗斯限制了出口 最终只有18台诞生 但18台也就够了啊 美国人的模仿之路呢得以顺利延续 并且看起来它是不会停下的 因为如今不是又有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开始对着它了吗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或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